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新的 NR换装项目 这个类似的项目呢 我们之前介绍过几个 那么今天这个项目呢 可以说是目前为止 效果最好的一个 也是性价比最高的 那么它这边呢 是一个轻量级的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说明 对吧 这个分辨率下来是8G显存 实际上我测了一下 4G就能跑 然后它的推理速度呢 也是非常的快啊 可以说远远超出 现在其他的同类型项目 这个项目确实非常的不错 非常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项目怎么去使用 然后呢 这个是今天的项目 6.4G 然后呢 我们解压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启动文件啊 这个我们找一下 这些文件比较多 这里啊 大家看这边有个图标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启动文件 然后双击打开啊 这个稍等一下 这样啊 这个使用界面就打开了 然后呢 这个我们先恢复一下 模认 选择人物图片 这个我们随便选一个 是吧 我们选个这个吧 然后呢 选择衣服图片 衣服呢 我们也随便选一个 就这个 这是换上半身 这个呢 根据你的衣服来选择 这个图片宽度呢 7681024 大家尽量的保证这个宽度和高度 最终出来的效果好 下面这些的话 保证默认就行了 没有必要去修改 这个总的你想要可以改一下 最终的效果会略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 这个半径度啊 如果能开的话 你就开一下 然后其他就没有了 咱们直接点开始换装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他的几些图片 我们刚才选的是这样一个人物 然后他的衣服 我们刚才选的是这个衣服 然后呢 把这两个进行一个合并 是这样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资源占用 大家看到这个速度挺快的 总共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那么他的实际的显存占用呢 是6G 这个项目的话 4G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4G肯定能跑 所以这个对P值的要求呢 真的已经很低了 而且这个速度呢 确实也挺快的 所以咱们等一下结果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图片换装完成 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出结果怎么样 这边有个输出目录 点一下 就这样 效果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 这个其他的换装 我们也来简单做一下 下半身 咱们来找一个这个新的图片 下半身用这个 因为他这边服装比较全一些 这里面好像没有下半身 这个裙子 那我们先来个裙子吧 这样也行 平衡的话就全身嘛 然后再点一下 开始换装 然后这个图片 稍等一下 第二次就比较快了 第一次需要加载模型之类的东西 好完了 这个图也出来了 就这个图 大家看 这个效果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裤子 裤子的话 人物不变 然后咱们还来找一个衣服 这个衣服呢 这边没有 然后我这边 之前我们那个 其他的换衣服的项目 这边会有一个这样的衣服 我们来找一个 这边是衣服 再换个短裤 开始换装 看一下这个结果 结果是这个 咱们这个裤子呢 是换成了 我们刚才选的那条裤子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 他的上半身的衣服 因为这个 他这个人是这个样子的 咱们上半身 应该是白色的一个衣服 但是现在的话 他把上面衣服给换了 为什么呢 我刚才也是 放回来检查了一下 其实咱们应该选这个下半身 但是刚才咱们 做完裙子之后呢 这个没有换 还是全身 这样也可以看出来 它有一个这样的功能啊 就是如果你只选了一个裤子 但是你选的是 全身的一种模式 那么它会自动给你 配一个这样的 上面的这样的衣服 所以这个功能确实不错 非常好 然后我们再把它换回下半身 这会再来重新跑一边 这会应该就是 咱们想要的 这边是这个结果 大家看 这一次就没有问题了 就是咱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整体来说呢 应该是目前这个 AI换装这些工具里面 效果最出色的一个 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下载一下